草屯镇小太阳续声关怀协会举办岁末会员聚会 以及邀请广邻民俗记忆团与社区长辈同乐 还有社区妈妈带领歌唱使整个气氛相当融洽 不仅能在寒冷的气温里活动筋骨也能温暖身体 因为在连结前就是天气还蛮冷的 所以呢我们就有邀请老师来跟我们一起 除了健康操的带领之外呢 还有一些带动唱的部分 可以让我们的长辈呢稍微生子暖和一点 不然这样让你们记住 因为连续的好几天的寒流 大家其实都身体会很僵硬 然后呢我们下半段的部分 还邀请到广邻民俗记忆团来做表演 因为过年嘛就要过瘾的气氛 所以呢就会让大家更有年结的感受 然后在这里呢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现场气氛十分欢乐也让长辈相当高兴 这些事团都很高兴 还来参加我们的广邻集团来的同乐 这也能说在我们睡眸里面 小太阳一个会员大会里面 享欢乐的气氛 我看到这些阿公阿嬷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兴 建议员检井贤肯定理事长的用心 不仅能在寒冷的季节里 温暖长辈身心也让长辈感受到过节的氛围 在礼拜后阿嬷都会来 做到很多很多包括健康地市 一些华东 这也能说是来 让我们老大人真的很温馨 而且是很快乐的时光 我们感谢我们庄代表 是理事长 他非常用心 让我们今天的这个睡眸的表演 非常的圆满成功 透过这次睡眸的聚会 让会员及长辈同乐外 也能持续蔓延过节的气氛 记者李永胜草屯采访报导